之神王永庆 那么在过世之后据了解他并没有留下遗嘱 但是到底留下多少的遗产呢 也是外界高度关注 但也是三房子女最不愿意碰触的敏感神经 不过现在有消息传出台塑的这个王永庆的长子 也就是王文阳 那么日前已经对三房李宝珠的子女寄出了存证信函 要求要公布王永庆他所有的财产 这个消息在台塑企业的高层已经证实了 也说董作夫人已经交付律师全权处理 红人公司外有不少媒体守候 因为台塑创办人王永庆长子王文阳发出存证信函 要求公布王永庆名下财产 对此王文阳一个上午都没有先生 集团也不愿对外表示任何意见 这是王文阳在父亲追思会上一段感人谈话 没料到事隔一个多礼拜就传出王文阳寄存证信函 给三房李宝珠子女要求公布王永庆名下所有财产 令台塑高层颇为惊讶 从父亲王永庆大体从美国移回台湾 被痛伤心王云阳长子形象深知人心 甚至和三房李宝珠在灵堂前偶尔交谈 排排肩膀互相鼓励 外界对二房和三房的互动相当好奇 从台塑企业公开说明书公布王永庆名下 台塑四保的持股 包括台塑 南亚 台化就将近460多亿 加上亚太投资账面价值将近500亿 如果在佳季已经信托到长庚医院的相关台端法人名下 金额更可观 而对于王云阳是否已经寄出存证信函 台塑高层并没有否认 只强调王永庆董事长夫人李宝珠子女 已经交给律师处理 他们会跟律师商量未来如何回应 而二房子女当中 包括宏达店董事长王雪红 也严正否认曾经寄出存证信函 王云阳也不愿亲自对外说明 王永庆大体还未下葬 三房九名子女的遗产纠纷 已经公开上演 中天新闻 郭王树张正威综合报道 阿姨